今天早上 今天在臺灣 臺東已經有緣在國安期 為了要來增加到小孩的第一困難 今天明天的兩天 臺東是占對六歲到十幾歲的小孩 開二十六月好好住下山 要來住第二年的莫德納 台北市也是今天開始住小孩莫德納 第二年 爸爸媽媽帶著小孩到學校來排隊 拿出小紅角跟健保角來合對興奮 臺東是立東第二座莫德納演廟 十八盒開始住 因為中南部目前還在野前的國安期 真的家裡有關在第一天 就帶小孩來住以鳳梨 早點打完 早點又抵抗你 台東市的新增比較清楚 已經幾十天是全國上座 以前還在國安期 台東市府拜來禮拜兩天 開設立大廈出學員立東快達站 總共有1375個立東 有議員在學員來住以鳳梨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預約施打 我們的施打呢 就會走幾個管道 一個就是在下 一個呢就是有的 他可以到醫療院所自行去預約 有的家長是喜歡這種方式也可以 另外我們就會啟動兒童疫苗快打站 台北市也是第二次開始住 第二這個立東莫德納演廟 不過是因為市區還有一號來住 但是肯定當初只有有一些亂 沒有保護家長 沒有穿車遺負是怎麼整個 只有五個四年級才有一年級的沒有問到 然後後來問了學校 他說他們也不知道為什麼一年級的學生 沒有問到 那昨天我們才又接到學校通知說六月三十 學校可以打 可是因為我們這邊已經預約了 就想說還是在這邊打 動線的規劃 相當的順暢 那當然稍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的流程 會有一點不順 但現在我們已經都進入了狀況 經理中央疫情 幾月中心的統計 五歲九十一歲第一次立東疫苗 包括莫德納和BNT 一共一百空六萬五千幾名 在立東接種 富改如差不多百分之八十八 為了增加小孩的低空力 希望接下來第二次 也會再加快速度 記者台東 台北 總好報道